最近我家这只母狗在发情期 另一只公狗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田狗 粽子巴不得跟它粘在一起 糯米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 粽子一直咬尾巴表示请求的意思 但是糯米比较冷淡 看都不看到一眼 但粽子永不言气 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 它会无视糯米的一切拒绝 就这样一整天跟着它 只有吃饭的时间是自己的 最软的垫子也会让给糯米睡 到了晚上粽子也没有闲着 我怀疑这个粽子是打了鸡血 我每次来看他们都发现粽子粘着它 糯米每次都嫌弃地警告的 叫它不要乱动 糯米其实拒绝粽子已经有两年了 它已经习惯了粽子这只田狗的存在 但是粽子呢 粽子应该是还没有完全地接受 自己仅仅是一只田狗 看过之前的视频应该知道 糯米其实只喜欢前面村庄那只黑狗 最近主要是下雨它没有过来 估计雨一停了那只黑狗就会过来找它 其实平时糯米是喜欢跟它做朋友的 很喜欢跟它一起玩耍 但是只要粽子做的动作有点过分的话 糯米马上就要逃 下完这场大雨应该会天晴吧 最后糯米选择了消极的反抗 它躲进自己的狗窝不出来了 粽子也不方便进去 太阳一出来就迎来了小蛋黄 现在糯米在发情期有点暴涨 粽子 粽子也有点暴涨 因为糯米一直拒绝它 蛋黄今天先回去吧 走走走回去回去 过来 出去 对 因为我每天都会放糯米出去 它应该在外面撒了一些尿 已经把这只白色的萨摩椰先吸引过来了 现在粽子应该有压力了 不过最后还是被粽子劝退了 第二天上午 那只黑狗又来了 这才是糯米真正喜欢的 不过现在我没有放糯米出去 一只狗过来的话 粽子勉强能把他们赶走 傍晚放糯米出去玩的时候 两只都过来了 现在是三只狗同时追求糯米 糯米有点受肿若惊 不敢乱动 粽子也是之前吃过这两只狗 一起打它的亏 现在的话不会随意出去 这只白色萨摩椰好像想进来 哇 好家伙真的进来了 这只萨摩椰我之前就接触过一下它 发现它不这么防人 它离我特别近 其实这个在乡下是挺危险的 黑狗的话就比较有分寸 我就站在楼上 它都看到我了 它还不走 不过我没有凶它 其实糯米喜欢的不是它 我一般不会怂恿粽子去打架 最后粽子是用嘴盾把它赶出去的 后来这两只黑白狗 就一直在我门前转悠 最终糯米是经不起黑狗的诱惑 它跑出去了 看它们的肢体语言 还是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糯米只对黑狗感兴趣 白狗现在也是只甜狗 突然有个小插曲 粽子的妈妈突然乱入了 粽子的妈妈是我见过最喜欢打架的狗 之前村里只要有母狗 它就要去打 尤其是它主人在旁边的时候 也不管打得赢打不赢 我估计它又忘记了 糯米上次把它的脸都咬烂了 这一次糯米没打 主要是看它主人在旁边放牛 最后糯米还是被这两只黑白狗 拐到它们村里去了 一直往它们村庄那边跑 我就是有点担心 粽子去那边要吃亏 粽子去那边的话 这两只狗会一起打它 而且它们村庄也不止这两只狗 完了 晚上只有它回家了 它好像受到了精神跟肉体的双重打击 它刚吃完饭 本来饭都不想吃的 估计实在是饿了 现在糯米没有回家 只有它晚上回来了 所以它特别的失落 本来每次回家 糯米都跟它一起回来 粽子 我陪着你吧 不过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粽子呢 它不是那种为了打架拼命的狗 糯米在那个村里的话 应该也没什么大事 都是附近的人 大家都认识 它家的狗也经常来我家 我检查了一下粽子 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 就是咬掉了一些毛 脖子 还有那个上半身 一些毛被咬掉了 它们都是懂中国传统功夫的 一点到为止 粽子又观察到什么了 眼睛在放光 有点傻傻的样子 不过最近村里另一只狗发情了 它们俩在一起 我没有拍到 我大伯说它看到了 那只狗有糯米在的时候就见不到它 因为它特别怕糯米 什么时候拍给你们看一下 是一只全黄色的狗 今天不管多晚我都要等糯米回家 我看一看它回家是什么样子 我有点怕糯米在别的村里 被其他的母狗打 诶 蛋黄从我家门口过去了 粽子又站在院墙上去了 蛋黄在那里陪着它 说不定以后蛋黄跟粽子关系会挺好 糯米总算回来了 一回来就吃东西 看来是真的饿了 看它身上没有一点打到的痕迹 看来母狗还是不容易被打 除了碰到粽子妈妈那种母狗 如果这一只干了那些正经事的话 说不定以后会有一些小糯米 应该最少会有一只黑色的狗崽子吧